各位同学 各位好朋友 大家早 今天是2022年的1月12号 星期三的早上 也就是我们在2022年第一季度的全新的课程的第二堂课 从今年初开始 我们根据同学们 大部分同学们的学习需要 我们开始要来介绍 由Google这家公司的账号开始 我们要来依序的介绍 像Gmail,Google.com,Google.ch 还有后面有Google.ch 像这些东西我们平常都会常常用到 那这些软体工具非常非常的实用 那每天像老师本人都会使用到这些 等于说我生活上必须要用的工具 这些软体就是我们要好好来学习的 那长时间以来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可以说是 应该说长时间以来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 老师感觉好像大部分的同学都是蒙茶茶 蒙茶茶的意思就是说 半懂不懂,是懂非懂 或是根本就是凭运气在使用 这样这种在使用这些软体工具的时候 常常是充满了一些挫折 那另外就是Google这家公司 它的一些软体工具都会与时俱进 常常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新的功能 甚至改版之后将不好的功能移除 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软体工具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基本最重要的观念 是软体是活的而不是死的 不像我们学习语言 就是好像学习语言 一套语言之后就永远都可以用 其实也不对 语言也是活的 除非你是研究古希腊文或西伯来文 或是甲骨文 这种东西是死的 它可能不会变 只要现在生活上 我们常常用这些软体 它都是会更新 尤其是好的软体会时常的更新 所以必须我们要来做一个基本的了解之后 在以后的更新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惧怕 可是就怕说同学们对基本的东西都不了解 然后就一直在使用的过程中碰碰运气 那这样子这种态度我是觉得不对 所以我们要回头来将最基本的东西 还有最实用 最每日迫切需要的 还有一些新的功能 我们都要来逐一的介绍 希望同学们能够把握机会 把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将这个Google家族 这个好用的一系列的软体充分的掌握 好 那老师现在要把镜头转到 我电脑的讲义 还有投影片 那等一下我们也会来透过电脑的实作操作示范给各位来逐一的讲解 好 好 老师已经将画面转到我的电脑 也用这个我们的Matebook Port这个笔记本电脑将这个page 这个讲义打开 可以看到Google的账号及Google控 Gmail的重要功能 那这个讲义老师已经写好了 将近有二三十页 好 那我们没有时间把讲义通通看完 但是我们把这个礼拜就是之二 因为我们上礼拜也讲之一的嘛 如果各位对之一的Google账号不了解 请各位回头去看我们上周的教学实况录影 在YouTube上我们都会放了教学实况录影 各位一定要回头去看一下 因为这个部分重要 那我们今天讲到第二个部分 就是有关Google控跟Gmail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着重在于Google控的讲解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Google控 不管是在我们电脑或是行动装置 就是手机或iPad 这个Google控跟Gmail在手机上 可以单独的APP 就是APP 然后我们在电脑上 不管我们是用Google的什么东西 我们最好是在电脑上打开Google控 这个好用且较为安全的浏览器 所谓浏览器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browser 就是上网的软体程式来开启Gmail 软体在电脑上先开启Google控的浏览器 然后我们再来操作 这样会比较好 那老师在这边也要特别 一开始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说 我们常常会听到所谓的Google控OS 或是我们听到的叫Combook 就是这个名称的时候 千万不要跟我们的browser 浏览器的Google控搞混了 因为这个Google控的browser是APP 那这个Google控的Combook是属于OS 在两者的架构上是不一样的 还记得老师讲的三层架构的软体 它有分成OS是它的核心以及APP 所以我们在电脑上操作的时候 如果你买的叫做Combook 它本身就是一个OS 这种叫做笔记型电脑 这种电脑价位比较便宜 每次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连上网 否则这一台电脑就是废物 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因为它的OS 它的核心就是一定要连到 Google的server才能使用 那这个部分 我相信大部分同学是没有用的 如果同学有需要的话 我们以后再单独来讲解Google控 控过 那老师在 顺便讲一下 老师在这边 也有一个叫做Acer的电脑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OS叫做Comb 这叫做Combook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在美国买的是19 这是我自己的Combook 这个是199美金就可以买到了 那一般的Windows电脑或是Mac电脑 少则三四百块 多则三四千块 那我们今天就不是讲Google控的OS 而是讲APP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 Google控这个浏览器 是在2008年的9月2号发布的 免费的浏览器 那它目前是 已经达到70%左右的市占率 也就是说将近有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都是用Google控 那我们以前一开始用微软的比如说IE Internet Explorer 或者是甚至它现在微软已经改版到AGE 它也不过占它的十分之一左右 百分之七点七六 那其他的更少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 现阶段都是使用Google控来上网 来看网页 或是使用这些不同的软体服务 那老师刚刚在开场也讲了 Google这家公司是非常重视使用者体验 所以它几乎是每六个礼拜就会重新发表新的版本 所以常常会有update 常常有新的东西出来 比如说老师在这边就举个例子 例如各位可以看到老师讲一下 例如最近我们在电脑上的Google控的browser 可以配合这个Google控的Lens 就Smart Lens 来做这个搜寻图片 怎么说搜寻图片 只要按右键就可以 对着图片按右键 我们就可以 那等一下我们看看有没有 在PowerPoint上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说明 好 还有demo来给各位讲一些 好 在我们进到这个投影片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根据Google的介绍 它有一些重要的东西 那我们在这边就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Google控它可以安全的去保护你自己的手机 那我们刚刚讲如果你是用手机或是iPad 也可以用Google控来看网页 那手机上 那如果你没有装防毒软体 有时候有的网页是非常危险的 充满了一些风险 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那如果使用Google控的话 它会比较有保障 但是老师必须要特别强调 这是Google它自己的广告的功能 它并不见得是百分之百 可以保障你在手机上不被一些恶意软体的危害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还是要小心为上策 那第二个它在这边有介绍快速下载内容 在离线的时候可以查看网页和观看影片 这个是在手机上也可以这样做 还有可以利用语音搜寻 也就是用语音输入之后 它就可以对浏览器下达语音指令 然后就直接找到答案 另外还有Google的Translate的功能 还有可以节省一些Data的使用量 那还有其他的聪明个人化推荐及其他的使用功能 这些是我们在手机或者iPad上 Google有特别强调它的一些特性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不是在手机上 而是在电脑版本 所以我们一开始在讲义上面也介绍 在电脑版本的主要功能说明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利用Google Chrome这个browser 来设定你自己喜欢的语言 那我们在美国通常我们都会用英文来做主要的浏览器的语言 那当然你也可以改成中文的 所以这个很简单就是在右上方点一下more 然后到settings 然后advanced language就可以去改 Google的好用的东西 这些软体工具都是有这个功能的 所以不管你用什么语言都可以 那还有什么分页主题 那我们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还是把画面切换到头影片 Google 这个Mac的Keynote这个软体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头影片也是提供给各位 事先可以参考 但是我们先用这个头影片来在这边跟各位详细的介绍 等一下我们会依据这个头影片来做一个操作示范 好我们首先按下play 好课程大纲在这边就是前沿 然后Google Cone还有Gmail的操作及管理 好Google Cone这边我们会讲到分页的页面 还有主题 然后我们会讲有关Cookies的清除启用及管理 那另外我们看看时间 有时间的话我们还可以多介绍一些其他使用技巧 最后有个结论 然后我们会配合来做一个demo 好老师刚刚在影片开始有讲到就是我们已经介绍Google Account的基本管理 尤其设定密码还有两阶段的登录 那这个礼拜我们要开始陆续的介绍其他重要的软体工具和服务 那我们最常用的在电脑上就是Google Cone跟Gmail 那我们还是要先从Google Cone这个浏览器 下两周我们再开始讲解Gmail的重要功能 那不管我们在电脑上或在使用手机上 Google的账号都很重要 那我们都经常会使用Google空来操作 尤其是在电脑上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花一些时间来讲解 希望同学们能够好好的学习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操作界面 也就是interface的部分 那最常见的就是叫做NewTap 或是Tap Page 这个是GoogleCone在使用界面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它在视窗的最上方 而非控制按钮的下方 这跟其他的浏览器不太一样 不同的视窗之间你也可以去用滑鼠 或是这个Trap Pad 这个触控板来做一个Dread and Draw来交换位置 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示范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NewTap Page 在使用GoogleCone的时候开启新分页时所显示的页面 好这个页面就 的设计取代了传统浏览器在开始的Home Page 那这个新的页面 我们常常会看到常用的网页 这边可以显示八个常用的浏览器缩图 然后可以将这个特定的 我们将游标滑鼠移到图 然后按一下就可以 进到那个直接进到那个网站或是网页 或是我们可以按下右框 外框的右上角的X就可以将它移除 那近期关闭的就是这个部分各位可以自行参考一下 好那为了讲解 我们先停在这边 老师把镜头转到右侧的电脑画面展示给各位看一下实际操作的情况 这个螢幕在我的画面的右侧 各位可以看到这么大的螢幕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把画面同时可以看得到在这个 这个大螢幕这边我们把它拉近一点 拉近一点 好我们把Google控打开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在这边 开启了之后 我们重新来做一次 比如说打开之后 打开这个Google控 我们先把它关掉好了 先把它关掉 好 为了介绍刚刚老师在投影片上所介绍的功能 我们就从这个Google控点下去 打开这个浏览器 打开浏览器之后 它会把你之前 离开的时候 它的一些分页 这个叫做Tag 各位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两个Tag 那其中还有一个叫Group 那在后面我会讲一下 就是这么多分页 我们可以把它集中在一起 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它要求我们要做一个Sign In的动作 Sign In的动作 那Sign In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这边 按Next 或是从 这边按Sign In 那我们Google控的帐号 是在右上方 各位可以看到 当时我们离开的时候 停留的账户在这边 但因为每次要求 我们要两阶段登录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 Manage your Google Account 在这边Sign In 老师用常用的这个账号来Sign In 它要求我们打入密码 这时候就把密码打进去 然后它这个是两阶段的登录 所以我们需要进到这个手机的Gmail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Open的Gmail App Apple的iPhone 12 Pro Max 那我们就把手机打开 来做一个登录的动作 好 刚刚已经在那边 在手机上直接按确定 就完成两阶段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的账号 也可以同时 比如说 我就可以在其他地方 再使用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Google的地图 它都会用同一个账号来登录 它都会用同一个账号来登录 比如说我用Google的Drive 或是我用Google的Photo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在 各位可以看到 当我打开一个新的网页 它就会在上面新增加一个Tab 这个叫Tab Tab 那我如果要开启个空白网 网页的时候 我就在最右侧按下 加号New Tab New Tab 按下New Tab的时候 它会带我到这个 起始的画面 这个起始画面 就是Google搜寻的画面 在它底下会有 12345678 8个我之前常用的 那我比如说我要看YouTube 或是我要Amazon 或是等等Google 我就可以在这边点 很方便 那 在上面的这些Tab的位置 我们也可以自己做调整 就像我刚刚在头影片上讲的 比如说 我想把这个位置 Dray and Draw 把它移到左边 移到第一格 那YouTube我把它移到右边 都可以 就按照你自己的顺序 那按右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Group Group就是可以产生一个New Group 按照这个步骤来做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这边有一个蓝色的 这个叫做Group 我打开 就会有两个Tab 那我按一下就可以把它收起来 如果这些Tab太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增加 这个不同的 就是比较相似的 一些网站 我们就可以把它Tab 起来 就把它群组起来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一个群组 那如果我们要把它改颜色 比如说改成红色 它就会变成红色 也就是我开了很多YouTube 都可以把它放在一个Tab 然后我们可以 Remove from Group 就是可以把这个Group 群组把它取消 按一下 当我们在使用网站的时候 常常会越开越多 有时候我会开到十几个网站 所以就会有很多Tab 在这边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叉叉关掉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使用最基本的地方 就是要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投影片上面有说到这个操作的界面 新分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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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我们再来继续看 往下 按Play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 叫做网址列 这个网址列 又 就是AddressBar 可以输入搜寻的内容或网址 顾名思义 网址列 就是来打网址 可是Google Google com的browser 它是 不但你在网址列 可以打下网址 你也可以用keyword 来search 就可以直接来找 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个示范 然后找寻到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加入 书签 bootmark 就是以前我们常常讲的 my favorite 就可以来做一个管理 favorite 那其实在Google com这边 它是叫做什么 boomark 这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来继续看 它可以去改变它的主题 叫things 就是它的背景画面 可以直接来改 还有可以改它的颜色 另外我们也会来介绍下找档案 还有就是自定背景图片 跟它的浏览器的颜色 好老师先暂停在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 我们把画面转到我们的左边的画面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Google.com Google.com 我们刚刚在头影片上有讲到什么 就是主题 还有网址列等等 这些都可以来做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边 打开一个新的分页 就按下加 按下加 在这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tap 标签列 第二行 就是网址列 这是网址列 那在网址列的右边 各位可以看到很多小图标 这个是老师的 instations 就是外挂程式 那最右边就是它的 我们这个 Google.com的账号 点进去 管理账号 那这个三个点叫more 等一下我们会讲解 more里面有很多设定要去学习 那当然我们在这边 点上网址列 我们平常 比如说 我们要来 找一下这个 line room 这个就 我们直接可以在这边 做搜寻 那这个动作 其实是 跟你在这边 打上这个 search 是一样的 比如说 我们想看看 洛杉矶电视台 就直接打进去 它就可以帮我们搜寻 我们再做一次 你也可以在这边去打上 关键字 关键字 它就直接搜寻 这两个是一样的操作 很快就可以找到你要的东西 那 Google.com的账号就是 它很强的就是可以直接搜寻 各位可以看到 不管你是用什么Google.com的服务 它都非常一致性 比如说在上面是它的软体名称 在下面是它主要menu 它上面都会有search bar 这个search bar 那在Google.com这边search bar 它除了可以在这边 主要页面搜寻之外 你也可以在网址这边来搜寻 来做一个搜寻的动作 这就是我们投影片上面讲的 另外 另外我们投影片在下面这一张 我没有讲到说 这个画面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老师拍的日落 日落就是我们在洛杉矶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画面不是Google的 是我本身把这个照片放上来 这是2021年最末一天的夕阳 那我们要来改变这个东西 很简单 在右下角 这个叫做Thin 在右下角有一个 这个edit的一支笔 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我们就可以来按下去 各位可以看到 它在这边有一个叫背光 然后Short card Color and Thin 那我们现在先来改一下背光 我们背光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要用这个 拱门 Landscape 拱门 这个 我们就可以点它 拱门 拱门 有很多 这个Landscape有很多 假如我们要用这个 比如说这个 有山有水 按DOWN 它直接就改过来了 各位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是怎么来的 就是由我们在右下角按下这个去改它 那因为这些都是Google提供 如果我不喜欢的话怎么办 我就按自己Outload from device 把你自己的照片放上来 比如说Pictures 你喜欢放什么照片 就在这边选 然后按OK 就可以了 比如说 这时候就可以放到我自己的投影片 那我们再来做一次 也可以去做一个Classic 为了教学我们用最简单空白的Classic 的空 这样就不会有乱七八糟后面 但是各位同学可以自己按下这个叫做Customize 空自己去调整它 那这个颜色也可以改 各位可以看到老师这个Tab上面是紫色的 为什么是紫色的 是因为我自己去选择的 那我们再来按下去这个 叫做Color and Thin 各位可以看到 Light Purple and White 那我比如说我们把它改成深色 比如说Dark Green 它就马上变绿色 而且底下也都绿色 那如果我想绿白相间 淺绿我就按这个 淺绿 各位可以看到这两者有差 这连这个都变成深绿的 那这个淺绿 那我是用这个 各位可以自己按照你自己需要 自己去改一下你自己想要的 自己可以去调颜色 比如说它在上面没有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去调整 比如说我调到这个 它就可以去改变它 那或是用这个调色盘 去选到你要的 这个就很简单 好 那我们就是在这边就可以 直接来改它的一个环境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右边是它的账号 这个是账号 在这上面也是账号 可是这个账号是Google的账号 这个账号是属于这个page的账号 这个service我再讲一次 比如说我看YouTube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账号 这是YouTube的账号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是YouTube 可是上面是浏览器的账号 也就是Google的账号 其实这两个账号是一致的 如果我们有很多Gmail账号 或是Google账号的时候 在转换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这有可能是会不一样的 另外就是我们在右上方 有一个叫做more 有三个点 各位可以把三个点点下去 就可以来看一下 它有很多的一些功能 那等一下我们会讲 主要就是在这个settings settings这边我们会讲一些的 那可以看到history 这些是我们刚刚看过的 或是download download 就是之前我们download了什么东西 可以在这边看得到 那在download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去处理它 比如说download 我们打开之后 你可以看到昨天前天的 那还有就是我们有时候 不想要让人家看到我们的history 可以在这边点进去history recent course 最近的 我们也可以把它去做一个清除的动作 叫做clear browsing 或是我针对某一个 比如说针对这个 直接把它delete掉也可以 它就不会在我们的地 或是在右边 remove on history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我们常用 我们之前走过的痕跡在这边 Google Chrome浏览器开启的页面 都会在这边 如果我们要去清除它 就可以做一个clear browse data 或是我们在这边 就可以还有更多的 更多的一些进阶功能 那我们把基本东西先稍微带过 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叫做隐身模式 或是无痕模式 New incognito window 点下去 这就是可以进到这个无痕模式 各位 这个无痕模式 我们之前有稍微带过 就是它主要在使用的时候 不会留下痕迹 或是它不会使用cookies 或是其他的 有一些安全性的考量 我们就要用隐身模式 好 那我们先把它关掉 那另外就是 老师等一下也会讲一下 就是download的时候 可以去做管理 比如说我们在 在这边 比如说 我有一些东西 我要把它download下来 比如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课程 教材 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个pdf 我可以按右键 把它做一个download 下载 各位可以看到 下载的时候 它就会在左下方 各位可以看到 左下方 然后点一下这个三角形 点一下这个三角形 就可以open open with system view 或是open 或是show in folder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边 show in folder 就打开 这个download所在的位置 它的default都会在 怪你是用mac 或者是用windows 它都会在download 这个资料夹里面 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看到这个download的画面 然后可以把这个档案打开 这就是我们上礼拜的讲义 上礼拜的讲义 那我们赶快回到投影片这个部分 来继续介绍 一些常用的功能 好 我们 回到这个投影片这个部分 来继续播放 好 这个我们刚刚稍微讲过了 主题 然后颜色 下载档案 制定背景 然后更改 好 然后我们现在要来介绍一个 比较进阶的 叫做cookies cookies就是我们在 这个中文翻译是饼干 可是实际上我们在电脑这方面 cookies是说我们浏览过的网站 所建立的档案 可以储存在我们浏览器里面 也可以储存在第三方 就是说其他 其他的地方 好 所以在这个边我们要稍微 注意一下 当我们在使用网络的时候 启用cookies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方便性 但是也可能会有一个风险 我们自己的资料会外泄 所以这个必须我们要去做一个清除的动作 或是有时候要做启用动作 因为我们这样使用上比较方便 以及有一些管理的动作 好 我们大概都要知道一下 在根据Google的官方网站介绍 他说 清除cookies的时候的步骤是这样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 然后在 右上方的more 然后到设定privacy and security 然后cookies 然后按一下全部移除 全部清除 还有就是我们在 Google 控上会储存 网站的密码 这个密码就是 当我们在进入到某一个账号的时候 然后都要要求打入密码才能使用那个账号 这时候Google 控 就会好心的提醒我们是不是要储存 如果要储存的话 你就按一下储存 如果不要储存的话 那我们就不要让它Google 控 可以帮我们寄 我们自己来寄 好 那也就说看你使用的情况 那老师在对有一些网站是不信任 所以我们就没有做一个储存 那有些常用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做 储存 但储存的时候会有一个风险 所以我们就要用两阶段的登录的方法 进一步的保障 以避免这些风险的危害 好 密码管理在这边 等一下我们有时间再来看一下 或是我们在Q&A 的时候再来讨论 怎么样进一步来管理密码 因为我知道同学们会有一些疑问 然后在提问单上同学们也提出了一些相关的问题 好我们花一点时间先来看一下结论 也就是说我们在Google 账号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Google 控 这个浏览器 这个软体 我们可以搭配各种实际的工具跟相关的服务 来有效整合 还管理操作日常生活所需 就像刚刚老师打开了Google 控制后 我就可以去看邮件 可以查地图 可以看我的云端硬碟 也可以看我的照片 还有calendar 还有笔记 像Google Key 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很多 像YouTube等等 这些都是在Google 控制里面使用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使用Google 控制 来帮助我们处理这相关的软体 好 那今天主要讲的是Google 控制 那以后我们还会在下个礼拜开始 会讲Google 控制搭配 Gmail 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我们可以进一步再来讲解 那我们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把刚刚还没有操作的部分 我们再把操作一下来补充说明 好 我们再把镜头转到我们的 右侧的大的画面来看一下 这个大的螢幕 对同学们应该会比较方便 看得会比较清楚 我们把画面稍微调下来点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我Google 控制在上面 有不同的网站 有不同的网站 都是用Tab 来开始 然后我们在下方是它的Download Download的档案 那Download档案如果我们要打开 就是Double Click 或是我们要把所有东西 所有Download 比如说我们Download十几个档案 就可以按下Show All 在右下角 或是我把Download的移除 好 移除 好 那在这边我们来 继续看一下所谓的管理进阶的技巧 那就按下More这边 好 More这边 那我们刚刚在讲义有讲到 在Settings里面 Settings里面 有一个Security and Privacy Security and Privacy 我们上礼拜有讲到这边密码的问题 账号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边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比如说You and Google 就是你要把这个账号同步到其他位置 就可以把这边做一个管理 上礼拜我们也讲了 Manage your Google Account 然后把一些重要资料检查一下 还有一个AutoFill 就是说它自动把你填入密码 各位可以看到自动填入有三个东西 一个是Password Payment Method Address and More 在这边它有警告我说我的密码有一个Compromised Password 有一个已经被人家盗用的 或是有这种被危害的 所以各位可以点一下进来 Auto Sign In 就是我刚刚老师同一篇讲的 如果你不想要Auto Sign In 你可以把它关掉 那有些东西密码 比如说在这边 它就有警告你 这个Password 是哪一个网站 然后有哪些问题 你就可以去Check Again Check Again 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不放心的话 你就可以再进一步来检查 这是哪一个网站 这是老师在上一个神学院网站 一个学校神学院的一个正道神学院的一个课程 一个硕博士的课程 它的密码说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边Change Password 去改掉你的Password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改掉 或是不要它来记密 不要它来记密 然后还有它就会讲到说 Weak Password 有一些问题的 那各位有机会再去看一下哪个部分是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左边的Squity and Privacy 我们要讲到的是Cookie Cookie在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Cookies and Other Side Data 这些就有讲到Cookie怎么样去做 Allow all cookies 或是Blaster Party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选 你可以去选不同的程度 那有些东西如果你比较严格的去禁止所有的Cookie 那事后再使用的时候就会有点不方便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去做一个进阶的管理 根据老师给各位的讲义 各位回到那讲义 有22个Page 其中老师就有讲到怎么样去管理这个Cookies Cookies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来这边做一个 像这边老师有讲到说Customize Behavior 就是有一些网站 比如像这些网站 Always use cookies 我可以把它拿掉 像Google Drive 如果我不想我就可以把它拿掉 这个每一个步骤都是各位可以去深入的去了解 根据个人的需要去做一个调整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部分有兴趣的同学 或者是有必要再花时间 我们再找时间来进阶的讲解 那Appearance就是我们讲的外观 它还有Boomabuck 这个Boomabuck就是我们在这边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条叫Boomabuck 我们可以把它关掉 节省空间 它就不会有Boomabuck 那平常你要用你要把它打开 Found Size就是你希望这个字体的大小 Google控给你的字体大小 还有就是你希望它用什么字体 在这边我是用凯苏 然后Traditional Chinese 它有不同的 不同的 不同的那个字体大小 在这边也可以看到Found Size 各位可以看到我这样调的非常大 这样就非常小 9号字 那我们把它 根据我的需要把它调到24 好了 好 Minimum 好 这个都是各位可以去 然后Search Engine 在这边可以把它指定为Google 那有些时候它会被人家Hijack 就是说被劫持 所以随时我们被劫持 要回来改成Google Default Browser 我们就用Google Google控来 还有个On Start Out 就是起始画面 那我们如果希望下次打开的时候 这些要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指定 比如说Use Current Page 它就可以指定在这边 指定在这边 然后我们 Edit 你可以把它做一个 这个 所谓起始的画面 就是说我们每次一打开Google控 的时候 它都会把我们重新打开 各位看 在下面 打开的时候 它都会出现这些 出现这些 所以我们只要每次用Google控 它都会记住我们设定好 比如说我们每次都会看邮箱 都会看YouTube 老师把它关掉一下 重新打开 它就会产生我们 已经设定好 那现在没有设定嘛 那比如说我们把YouTube放上去 好 把邮箱放进去 比如说有Amazon 放进去 假设我每次打开 我都要让这些进来 所以我就可以在Settings on start out 这边 把这三个设定 那为了节省 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不打网址 我就直接Use current page 就是这三个 那这三个我还可以再做调整 我直接把它设好 Open a specific page or set a pages 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还有新的我再去Add a new 那当这个设定好三个 下次我再打开Google console 那这个三个就自动会跑出来 好我们来做一次 设定好之后我们关掉 重新打开这个Google console 按下去 打开 每次我们进来都要这三个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再set到这边 on stop set up use current page 好 然后还有其他Advanced在底下 各位可以看到 有language啊 download啊 accessibility 各位可以有时间再去看一下 还有其他的system 然后另外就是有extension 这个extension 今天没有时间讲 好我们下次或是点下Q&A的时候 来单独再来讨论 extension就是老师 在我们右侧的地方 放上了一些小外挂的小程式 好那有关这个部分 我们先暂时到这边 等一下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必须要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之后 我们会在Q&A时段 如果回答各位的提问单的问题 也同时会进阶的来讲解这个部分 好那我们现在在电脑跟手机上的操作 先暂时到这边 那祝各位学习一块 身体健康 拜拜